花林市华东路10月31号晚间11点多传出了大火 由于都是铁皮木造房屋加上现场风势很大 一连烧毁附近有8户的民宅 所幸人员都逃出了 而市长魏嘉贤11月1号上午赶快前往关心 也制证急难救助金 同时市长也指示 相关科室要协助受灾户后续的事宜 帮助民众赶快回复正常生活 花林市华东路上10月31号晚间发生大火 由于都是木造铁皮屋加上风势过大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花林县消防局出动了超过38台的消防车 紧易销人员100人来切勤灌救 无奈火势延烧很快 不到一个小时就有超过8栋的住宅被波及 所幸人员都陆续救出 市长魏嘉贤第一时间也派原道场协助 并且在11月1号上午前往发放急难救助机 希望可以有所帮助 昨天发生了大火 昨天也在现场关心它整个状况 那整个民宅约大概烧毁了 大概将近8户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今天也针对这8户后续 要怎么样协助他们来做一些 来关心 那主要我们看到整个房屋 毁损的非常非常严重 那我们也只是相关清洁队的部分 等他们火场鉴定完成以后 那也来协助相关民众 把清运相关毁损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今天我们也到了现场 来发放相关的一个慈爱基金 来慰问一下我们受灾户 那总计也14万元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受灾户 至少有一些费用 可以买一些简单的衣物 那未来相关证件的部分 我们也只是相关的社劳客 跟我们民政客的同仁们 来协助我们受灾户 来把相关的身份证健保卡 跟相关的低收跟身脏的一个资料 都把它协助他们办起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人一定要警惕 小心用火 不要再造成严重的火灾 市长威家贤也指示 事工所相关科室 协助受灾户清理家园 以及重新申办重要的证件 至于房屋土地权后续的使用问题 市长表示还必须深入了解 设法来为市民寻求家园重建之路 介络会欢迎视报导